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巴菲特大福减持苹果这件引人关注的事 巴菲特那可是投资界的大神,他的投资理念一直备受推崇 咱们先回顾一下2024年8月3日晚,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公布了2024年二季度的财务报告 这报告显示公司的经营业务还算稳定,实现了一定的增长 不过,投资组合方面有了显著变化,股票仓位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而现金储备包括短期国库券等大幅飙升 从2024年一季度的28.6%猛增到二季度的45%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主要原因就是巴菲特减持了苹果公司的股份 原本苹果在二季市场股票投资中的占比 从一季度的40.3%降到了二季度的29.6%左右 要知道,巴菲特这次减持苹果的速度和幅度 在他过去几十年的投资历史中都极为罕见 那他为啥要这么做呢? 这与他的投资理念息息相关 巴菲特一直强调,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 要注重企业的内在价值 他认为只有那些拥有强大竞争优势、稳定盈利能力和良好管理层的企业 才值得长期投资 对于苹果公司 巴菲特可能认为其未来的发展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或者其估值已经超出了他认为的合理范围 此外,税收也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菲特的苹果持仓存在巨额的未实现资本利得 他预期未来企业税率将继续上升 而且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可能给税收政策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为了规避潜在的税收风险 他选择减持苹果股票 巴菲特还非常注重市场的估值水平 他曾经说过 当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当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在美国股市 特别是科技股的估值处于相对高估的水平时 他保持了警惕 选择增加现金储备 以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 此外,巴菲特也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商业化应用风险 持谨慎态度 他可能担心巨额的AI投资 能否真正带来可观的收入和利润 搭载AI的苹果手机 能否给苹果公司带来新的强劲增长动力 他更倾向于投资那些他熟悉 且风险相对较低的领域 不过有些常见的解释 其实不太符合巴菲特的投资哲学 比如说担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 巴菲特一直以来更关注企业的基本面和长期价值 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波动 他认为优秀的企业能够在经济周期中保持相对稳定的表现 还有分散投资降低投资组合集中度 这与他过去一直强调的集中投资优质企业的理念不太相符 他更倾向于选择少数几家 他非常了解和信任的企业进行重点投资 咱们再详细看看伯克希尔的具体情况 2024年二季度 伯克希尔投资组合中的股票仓位大幅降低 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二季度的股票仓位为52.2% 比一季度降低了15个百分点 而且这部分资金并没有转移到固定期限证券投资 债券投资的仓位也降低了 反而是现金级等价物仓位 包括距离到期不大于三个月的美国短期国库券 出现了大幅飙升 从一季度的28.6%大幅提升到二季度的4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2024年4月底以来 美国科技股大幅上涨 但伯克希尔的股价直到7月10日前都跑出了标普500指数 不过到了7月12日 那斯达克指数创出历史新高后开始拐点向下 而伯克希尔的股价却逐渐收复失地 开始赶上标普500指数的表现 这说明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在市场波动中 还是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应对能力的 再说说伯克希尔的经营业绩 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 伯克希尔总资产达到了11089亿美元 负债为509亿美元 股东权益为6080亿美元 在股票投资方面 前五大持仓占了接近72%的权重 其中苹果公司持仓市值高达842亿美元 美国银行411亿美元 美国运通351亿美元 可口可乐255亿美元 雪佛龙186亿美元 2024年二季度单季 伯克希尔公司的营业收入 达到了936.5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24% 如果不包括股票投资收益 经营业务的税前净利润为133.0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6.24% 经营业务增长还是比较稳定的 要是再加上股票投资 扣除税收和少数股东权益部分的利润 二季度的规模净利润为303.48亿美元 但同比减少了15.49% 这主要是因为股票投资的税前盈利 比去年减少了92亿美元 不过巴菲特一直强调 大家应该关注公司的运营利润指标 这个指标近年来一直在稳步提升 从营业收入的构成来看 二季度伯克希尔的保险承保业务收入 同比实现了稳定增长 从2023年二季度的205.61亿美元 上升到了2024年二季度的219.53亿美元 制造、服务与零售业务收入也有小幅上涨 从2023年二季度的421.26亿美元 涨到了2024年二季度的422.45亿美元 但制造业增长的同时 服务与零售业的营收出现了下滑 铁路业务收入从2023年二季度的58.28亿美元 降到了2024年二季度的58.05亿美元 公用事业与能源业务收入 也从2023年二季度的211.16亿美元 降到了2024年二季度的194.91亿美元 从税前净利润的构成来看 二季度伯克希尔的保险承保业务 贡献了28.47亿美元的税前净利润 比去年有明显改善 保险投资的盈利也进一步大幅上升 贡献了40.68亿美元的税前净利润 铁路业务贡献约16.22亿美元的税前净利润 基本和去年二季度持平 公用事业与能源方面 BHE公司与PTC公司合计产生 5.25亿美元的净利润 其中PTC公司营收下滑 但利润上升 BHE公司则是增收降利 制造业公司贡献税前净利润 31.29亿美元 服务与零售公司贡献税前净利润 在这情况下伯克希尔才会动用现金 他虽然赞赏苹果公司的定价能力和客户忠诚度 但由于潜在的税率上升等因素 减持苹果股票也是一种合理的决策 通过出售股票回收资金 不仅增加了公司的现金储备 还能利用美国国债和存款利率较高的优势 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再看巴菲特减持苹果的具体情况 根据伯克希尔的报告和持仓数据 2024年第二季度现金储备激增至2769亿美元 主要就是因为大幅减持苹果股份 巴菲特在2024年1月到3月 卖出了1.2亿股苹果股票 4月到6月又卖出了约3.9亿股 目前还持有大约4亿股 现金储备增加还因为出售了包括美国银行在内的其他股票 从2022年三季度以来 伯克希尔已经连续7个季度实现股票竞卖出 7月中旬以来还在大量出售美国银行的股票 巴菲特以前可是把苹果公司当作伯克希尔的重要资产 这次大幅减持可能意味着 他对苹果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 他减持苹果的原因 咱们刚才说了 一是税收考虑 二是估值偏高 是保持现金储备 三是担心人工智能的风险 接下来咱们详细说说风险提示 一 管理层变更风险 管理层变更风险 是指公司管理层的变动 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战略方向 运营效率和决策质量 如果新的管理层经验不足 或理念与公司原有文化不契合 可能会导致公司业绩下滑 二 投资过度集中风险 投资过度集中风险 是指将大量资金集中投资于少数几个项目或资产 一旦这些投资出现问题 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就像巴菲特这次减持苹果 如果他过于集中持有苹果股票 减持可能会对他的投资组合产生较大影响 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 过去的投资成功案例或市场趋势 不一定能在未来重复 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新的挑战和机遇可能会出现 投资者不能仅仅依赖过去的经验来做出决策 通胀回落不及预期 可能会对经济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通胀持续高位 央行可能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 提高利率 这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抑制经济增长 同时也会影响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表现 海外市场大幅波动 会给全球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 政治局势 货币政策等因素 都会影响海外市场的走势 如果海外市场出现大幅下跌 可能会引发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 影响投资者的资产价值 地缘政治冲突风险 是指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 战争等事件可能会对经济和市场造成冲击 这些事件可能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 供应链中断 市场恐慌等 从而影响投资收益 总之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 需要充分考虑这些风险因素 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 以降低风险 并保护自己的资产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者 去的便利